Hello,大家好,我是MASTER周 会终于今天这边,本期是第22期 咱们介绍的是1985年版本的Extrotrain大火车 好,大火车的话也是一个人气非常高的角色 那么它是一个三变战士 可以变成飞机,可以变成火车 还可以变成机械人形 好,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的话,作为人形的话 它有一个明显的缺点 就是第一,它的手比较短 第二的话,就是只有一把枪 对不对 如果有两把枪手长的话 就更加的经典了 好,我们看一下 如果加几把枪的话 是一个实验的状态 把它放在手里面 然后你可以把它的手这样 给它端平 仿佛现在两个方向进行射击 是不是更帅一点呢 但是美中部队的话 确实是只有一把枪 必须再单配一把枪 好,那么作为小人形态的话 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的 那么作为一个1985年的文件来讲的话 还是一个还原的不错的 可动性的话是手部 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球形关节 那么那一年的话 像这个特勒部队的话 也是加了一个头部的球形关节进行活动 那么它的话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球形关节 那么活动性的话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可动 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效果 那么背部的话 也是有一个小背包 好,腿部的话 也是不能动的 基本上一个板砖是一样的 可以一个微微的一个前后摆动 可以这样左右的这样动一下可以的 好,那么这个角色的话 它的帽子说的 第一次出场的话 是在第29集里面 是跟这个闪电和这个毒气弹 一起来出场进行个攻击 那么这三个这个角色的话呢 其实因为他们是三变战士 他们曾经一度的看不起这个霸天护露的成员 因为他们都是一个两变战士 那他们的话也曾试图挑战 威震天的这个领导的地位啊 那么当然最后的话 这依然是威震天的作为领袖出现了 我们说威震天的话呢 虽然多次的这个经过手下进行挑战 那么为什么他还是一个领袖呢 第一的话呢 跟人能力很重要 第二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胸襟非常的这个宽阔 不管这个红蜘蛛啊 还有这个闪电 如何去背叛他 他一样的话呢 可以这个使用他们 把他们这个作为手下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能力和胸襟的话呢 是一样的重要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变形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给他变形成这个飞机的形态 好,那么手部的话呢 这个地方可以把它这样推到里面去 进行一个收纳 好,这边的话呢 也是如此 好,这个地方的话 胸口的话呢 只要把它合上 OK,就是一个 太空飞船的这么一个机翼的 这么一个效果 把它往后推 好,这个背包的话呢 可以把它转到上面来 那么盖住头部 那么这个尾部变形的话呢 基本就完成了 好,那么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就不用动了 那么腿部的话呢 是这样 先可以把它往上推 好 然后这两个地方呢 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在里面的话呢 可以把它转出来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一个航天飞机的 这个机头的这么一个部分 好,然后把它放下来 好了 那么这个是一个航天飞机的部分 这个盖嘴的话呢 其实呢 还是比较压手的 因为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腿部的话 都是这个金属的构造啊 其他部的话呢 缩料 而腿部的话是金属的 那么上面的话呢 是有一些细节的刻画 这个地方的小轮子的话呢 是可以进行一个真实的轮滑的 好,那么后面的话呢 是一个火箭喷射装置 好,前面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驾驶舱的 这么一个刻画 配色的话呢 配色的话呢 是紫色和白色 我们知道这个紫色的话呢 是个霸天虎 一个经典的配色 显得这个非常的有这个 腰气斜进在里边啊 好,然后第二个变形的话呢 是这个火车的变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是把这个部分呢 给它往前推 然后把它放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好,然后 翅膀的话呢 可以把它弯折到这里 好,然后 这个地方把它折下来 好了,然后的话 我们把这个部分 给它向上进行一个弯折 然后把这个地方打开 好,然后 转过来 然后同样这个地方把它翻上来 然后把它放过来 好,然后我们可以基本看出 把它 调转过来 基本这个火车形态的话 就基本出现了 好,然后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地方打开 好,把这个飞机的这个头部的话 把它放到里面去 好,然后的话呢 我们看到这个火车的形态的话呢 就已经出现了 好,那么这个火车的话呢 这个圆形的话呢 其实是日本的这个C62型 这个蒸汽火车头 那么C62型的话呢 是在这个40年代末期 在日本的话 是最大最强的火车头啊 那么当时的话呢 只是生产了49辆 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火车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末尾的话呢 美中部族是有这个喷射装置 感觉这个火车的话呢 也可以行进的非常快啊 这是个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蒸汽火车头 好,我们看看上面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些细节刻画 包括这个轮子啊 包括这个上面这个可以发出这个蒸汽的部分 包括前面这个前面的前灯都有一定的刻画 好的,我们再把它变成机型形态 就像这样 好的,然后的话 我们把他的武器呢 这把大枪给他放在手上 就像这样 好的,我们可以再放一把枪在手上 好的,然后呢 我们改变一下造型 好的,那么今天的测评 它的名字的话呢 是Astro Train大火车 这是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三变形象 那么包括上次的话 我们讲的是闪电 这次的话呢 我们讲的是Astro Train 下次的话我们依然讲一个三变角色 好的,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么欢迎大家订阅点赞 并且去转发我的视频 我们可以在我评论区进行一个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